嗨,大家好,我是唐凤 如果您看到了这支影片 代表您正在参加《无色彩虹》这个线上游行活动 谢谢您来参加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生活中的每个层面都被影响 包括彼此要保持安全的距离 成了彼此熟悉的陌生人 这就让我想到有些时候 我们也会因为某些误解保持礼貌性的距离 而这一次台湾同志游行《无色彩虹》线上的活动 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讯息 就像是天空中的彩虹一样 最能够代表我们LGBTQIA++族群 而它之所以美丽缤纷 其实是透过纯净无色的阳光所折射 我们也是在相同的本质当中 映照出每段独一无二的人生 所以在我们从表象定义他人之前 我们应该先敞开心胸 透过对话 看见彼此纯粹的本质 这样就不会轻易为他人贴上标签 而能全然拥抱每个人的不同 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让我们成为真正多元共荣的社会 一起友善日常 In Taiwan Live long and prosper Live long and prosper